夠經典了吧 副詞指孝犬啊 Nosu Nosu 我是Nosu 我們叫 CAMNN 來各位我們今天要久違的玩一下 我們的SHF好不好 但是今天這一隻啊 應該可以說是 在單形態裡面最大的一隻 就是我們這個 CAMEN RIDER GAME 神極限的玩家 這一盒我超級無敵想玩好不好 今天玩完之後 我可以把它放進我的櫃子裡面 這一盒我真的超級無敵期待開他的 我要說巨大的SHF 我竟然出了蠻多的 Dolive的車子 那些無的無的的 那些都很大嘛 但是呢 單論形態來講 這一隻應該是目前 最大規格的一個Size 跟極限玩家是一樣的 因為畢竟他們是屬於同模幻式 跟他做個補充 一般的SHF他的可動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大概推出來嘛 就是看他的裝甲分布 但是呢 這一盒 我就完全不知道好不好 算是我第一次玩他 我們今天後來來 帶大家看一下這一隻的可動 大概可以做的什麼樣子 然後呢 這一盒的話 基本上也是屬於我們的魂線限定 在那邊跟大家做個補充 因為他是魂線嘛 所以他前面這邊啊 就是直接將這個騎士啊 拍的美美的 然後印在上面好不好 非常非常之酷啊 讚讚讚讚讚 然後上面的話 這邊寫著 Commit like a game 神極限玩家 然後呢 等級10億啊 呵呵 好多個0喔 側面這邊的話 差不多是長這樣 一樣非常素的一個名稱 上面的話 差不多長這樣 側面的話 就是前面這邊的一個延續 背部部分這邊的話 也有他一些圖片的說明 嗯 看起來意外的樸素耶 呵 好 那我們把這個講完之後呢 開箱 雖然上次還開過一次啊 但是這次開起來 還真的是很震撼的 他怎麼那麼大啊 而且重點是呢 他這時候還有多附把武器哦 如果是出在現在的話 這個絕對被淹掉 好 那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這樣子 就變身完畢了吧 這是我們 史上最大Size的SHF啊 有點像是1.5倍SHF的感覺啊 但是整體人他是好玩的 而且整體人 不管是在擺姿勢啊 還有他可動度上 我覺得都兼顧得非常完美 我真的非常非常驚訝 這下一個成品啊 如果你們玩有趣的SHF 我會推薦這一台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先這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跟劇中長得一模一樣啊 真是卡米達 讚讚讚讚讚 然後呢 這個SHF他的塗裝啊 也是好的沒話說啊 基本上我拿到的這支啊 也沒什麼中獎啊 所以看起來第一感官是非常非常之優秀的 OK 那我們現在稍微機能給大家看他每個部位 然後並且稍微講解一下他的一個可動機能 我們先來看他上半部分 他上半部分基本上就是拿SHF的頭啦 然後呢 其實我要先說個點啊 我個人覺得 不知道是SHF的X的臉有點扁 所以呢正面看我覺得還算不錯 但是呢 你往側面看就是感覺有點略肩啦 我個人覺得皮套的比較好看 但是這個也不差好不好 知道他整個塗裝啊 也是塗得非常非常之不錯啊 欸我要先說 他雖然在裡面嘛 但他口不可動 非常非常的優秀啊 他就讓裡面再多一層關節給他 嘿 我就問你這個可動程度 你到底還有什麼意見 所以呢 不會因為他本身這個大卡牌 影響到他頭部的可動啊 然後呢 然後再說他兩側這個黑色 他這個黑色的話 不單單只是塑膠成形色 他裡面應該是有加一些 類似那種珍珠粉吧 所以他整個照光啊 會有點亮亮啦 拉看起來比較有質感一些啊 雖然不是採用消光的有點可惜 但是我覺得算是可以接受好不好 完全說 這邊設計的比皮套還好 因為皮套啊 這邊是採用 有點像是那種防水貼紙啊 所以會有點反光很醜啊 但是這邊的話 才會完全消光啊 但是本身SHF我們裡面也懂啦 所以說這邊的話 會有小小一點點 不均勻的在邊界處啊 所以大家稍微習慣一下 但是整體的瞎不掩餘 瞎不掩餘 由於他身體這邊整個十字啊 就像是屬於一體式啦 因為這樣比較寬 所以他整體的可動都會比較差 一點點啦 往上畫只能達到這樣的程度 往下畫只能達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大家稍微習慣一下 背部花操都長這樣 哇 背部也很讚耶 有沒有 這邊的話也是 稍微亮亮的去模擬出那種金屬感 我們再來看他手部的一個部分 我要先說 因為由於他本身設計的比SHF5好像大隻嘛 所以呢 相對來說 他的手臂啊 會比一般的大概出快要一倍左右 所以呢 居方這一節啊 還有這一節 都帶有伸素的技能 這個算是非常非常驚豔 如果你拉做成一體成型的話 那手一定會變得非常非常之長 如果要顧及可動的話 所以他們能想出伸素這方法 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如果假設喔 我的手喔 在這狀態下 居方只能這樣轉 轉到這邊就卡住了 然後呢 往後的話 也是能到這邊 但是呢 如果把這邊 往外戳 至少平凡無故增加30度好不好 而且重點是 就算你拉伸啦 他這邊的話 一樣是有帶一層鎧 就不會拉完全鏤空啊 所以呢 看起來外觀上 感官也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啊 手不平舉的話 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有沒有 可以達到這樣一個程度 但是因為 由於本身這邊的鎧甲 所以他沒有辦法往上舉 最多只能90度 然後我這邊稍微示範起來 如果你要把這做平舉 要怎麼做 把這拉出來 往上抽 壓回去 把這拉出來 往這邊抽 壓回去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有任何拉伸 非常奇怪的地方 因為他這邊的話 關節可以伸縮啊 然後呢 再來換第二階段 因為呢 有建於 如果假設我們不拉伸的話 就把他這邊關節啊 非常非常之短啊 一樣是可以抽出來好不好 因為多了那層拉伸啊 所以呢 多了差不多15度的一個角度啊 嗯 讚讚讚 讓整個看起來更加更加的自然 但是 還是沒有辦法到對折 比較可惜一點啊 只是我有一個確認就是說 他這邊的話沒有辦法加蓋 所以你把這手拉過去的時候 會有點小小的中空啊 這比較可惜一點點 然後呢 最後就是手掌的部分 這邊的話直接再給你一個球關啦 等於說可以讓你的手掌變得非常非常自然 原本是這樣嘛 然後呢 有時候你要握東西啊 或是拿卡帶死 就可以把這稍微往上抬一點 但是還是有個確認就是說呢 因為本身有點大嘛 所以呢 有時候會容易鬆脫啊 這比較可惜一點點 但是也沒關係啦 反正如果假設你會做一些升級套件啊 這樣也好啦 你可以幫他弄得超長 然後去勾我們的月亮 看起來也蠻猛的 然後呢 再來是我們腰帶的一個部分 欸 基本上也算是做得非常精緻啊 你發現中間這個圖像啊 都是有給你做好做滿的啊 唯一比較小確認就是說 它上面這神卡帶啊 沒有TD值啊 這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小小不滿意的地方就是說呢 它這腰帶其實有點鬆 因為呢 它裡面這邊是做成空心的啊 所以呢 腰帶會容易一直動啊 看得有點不爽啊 個人覺得 而且這個一動的話 很容易看到中間的鏤空啊 欸 它的腳真是粗到爆耶 哼 怎麼可以這麼粗啊 看得好爽啊 然後呢 再來是腿部的部分 腿部部分 它這邊也有做一些小小的拉伸啊 這個的話就比較常見一點 因為有時候在玩一些其他東西也會有 因為有於它本身這邊 腿甲有塊非常非常之粗的嘛 啊 如果假設你不伸縮的話 它就只能這樣而已 有沒有 非常非常差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這邊往外拉 有沒有 這樣子 就可以做出完美踢出去的一個動作啊 但是 也沒有到達90度啊 這比較可惜 但是也還算夠啦 等一下我們試試看可不可以用飛踢好了 大腿這邊的關係就沒問題啦 只是它本身這邊腿甲比較粗 所以呢 沒有辦法像以往一樣直接完全對折 但是至少它對折的幅度也夠了好嗎 只是跟蓋一樣的缺點啦 你這邊在轉頭會有小小的空心啦 比較遺憾一點點 腳這邊的話 這個盔甲就算是浮動 沒有跟任何地方做連結 腳掌的話 這邊有給你球關 想怎麼轉都OK 所以基本上這整個腿的可動度啊 我覺得 沒有到非常優秀 但是至少有達到標準 它的手部替換計畫一共只有兩種好不好 一個的話是張開手掌 差不多長這樣 再來是這個手持武器手 基本上你要拿什麼武器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呢 它這個孔其實算是蠻大的 它的手型替換方法也非常輕鬆 把這邊拔掉 變成這樣狀態 抓上去 差不多就是長這樣 不一定要把手拆下來啊 我只是這樣展示方便給大家看一下 再來是這把鑰匙槍劍啊 賣提叉叉的一個武器啊 這把武器也算是非常經典 只是這邊有附真是讓我蠻驚訝的老實講 因為呢 在劇中裡面雖然它有拿 但是就是拿幾秒就丟掉而已 好 好各位 現在就我們的可動時間好嗎 我們要把這一支的可動 玩到極限 但是我要先說什麼 第一個動作就有點問題啊 它大腿這邊結構 我要先說 我已經很努力的去想辦法 射它的一個可能性啊 但它的大腿極限幅度 就是說在不特別轉這邊大腿 情況下 你只能打到這樣一個程度好不好 所以呢光第一個就是 變身完這個動作啊 懷孕度就有一點點差異啊 一點點啦 但是上半身的懷孕度是不錯的啊 只是下半身這兩腿張開有點問題 但是總共來講還算可以啦 至少我還發架空好嗎 它能架空已經算讓我非常非常驚訝了 掐脖子環節 必不可少好不好 因為畢竟它可是曾經 做這麼孝敬父親的事情啊 當然要做懷孕好不好 因為由於我的神霸突然找不到 所以呢我只能先由老千暫體一下 反正老千也被掐過嘛 哼還不錯耶 那感覺是有出來的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支架我是下面還多墊了一層 然後再弄支架這樣把它弄上去啊 所以呢我們光比例上就可以看到 這兩隻其差非常非常之多啊 來各位 我還先說一點 一般的開箱 我是覺得有點無聊啦 因為畢竟就玩可動嘛 所以我準備了這個 哼這個挖的地方就是 大家應該最熟悉的啦 腹齒指效必備的一個東西好不好 拿月亮去砸自己的爸爸 夠經典了吧 腹齒指效拳啊 喔齁齁齁齁齁齁 我們用非常簡單一個素材啊 就可以做出個月亮拳好嗎 我真的覺得官方沒有附這個板子 真的有點說不太過去啊 那我真的有點小小的不爽啊 因為畢竟他可是出來混線 一隻有一萬多塊 感覺多多少應該要付啦 雖然他有附這把武器 其實還不錯就是了 但是呢 我覺得還是要還原這個比較精彩一下 然後我要先說我點了 他原版動作並不是長這樣 啊但是 原版的動作這個折不出來 我試過好不好 他大腿這邊會有一些 干涉結構啊 所以呢我們只能以 比較偏向魯夫的方式做給大家看 因為呢在劇動裡面 他的手都可以伸長的 欸對 他竟然沒有出手可以伸長套 我覺得也有點說不過去啊 有點可惜 因為在劇動裡面啊 他的手可以伸來伸去 我覺得非常之酷啊 來各位 我們的必殺梯 是可以完整的 終於原作作的成效好不好 非常非常棒啊 因為呢 他的可動機關夠多啊 所以呢 要做出一比一環一都是OK的好不好 有沒有 我們也可以單看腳掌的一個部分啊 好帥喔 然後呢側邊花給大家看一下 嗯 側邊花差不多是長這樣 好啦 正面帥一點啦 正面帥一點啦 側邊感覺沒有那麼帥 沒辦法 因為這整隻機關已經快要進入是一個長方形了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KAMIDA的一個完整開箱好不好 既然官方不給我們月亮拳的一個套件了 那我們就自己做 哼 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做做看 非常好玩啊 然後呢 基本上這一隻啊 我個人覺得 還算OK 還算OK 啊但是 有些動作啊 會比較偏向於感覺會把它折到極限 所以你們玩的時候要稍微小心一點好不好 但是 這個本身出的年份算是比較近的 所以呢 用力折的基本上都不太會出事啊 只是在隔個五六年七八年之後 那就不好說了 所以呢 想要管的話 趕快去把它買回來 畢竟SHF只要過幾年之後 就會有一些脆化的風險 這個你們要知道一下 好啦 這個算是我個人近期買過 覺得最值得最好玩一款SHF了 所以呢 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如果喜歡的話 請問大家分享一下朋友 沒多久 我們下次見 掰掰